做家務來說,絕對最麻煩的不是洗衣服煮飯 而是一些濕濕碎碎的小事 做又覺得麻煩,不做又覺得硬硬 我發現了有幾個可以快速處理這些濕碎的小貼士 儘管讓大家學習,節省不少時間 洗碗最怕就是洗這些窄口瓶 雙手無法伸進去 用水沖,無論如何都會覺得裡面還是髒 其實只要倒些蛋殼,加點水,熬兩下就完成了 每個小朋友都會有一個心愛的公仔 每天都跟出跟入 做媽媽當然是覺得公仔很多菌 但又不可能每天手洗 其實只要倒些梳打粉下去 放五分鐘再吸乾淨 表面就乾淨了 水洗這麼麻煩,一個月洗一次就夠了 完成了,我們的車 可以掉下時間 是帶頭 Peach 然後就要吃到 好多錢 說不要緊 多錢 然後再買到 然後再買到 回去,這裡 然後再買到 大家可以選擇 為甚麼這麼簡單? 想跟我學多點射爆貼士? 記得留意我的影片